阿波罗新闻网 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日本央行表示 美国商业地产是比中国房地产更大的未爆弹 放弃幻想吧 中国进入大债时代下的查税查地 俄罗斯 维内瑞拉和巴基斯坦是接受中国发展资金最多的国家 中共国安窃取韩国情资 韩总统府搬迁有原因 中共对首尔做出让步 同意让渔船接受追踪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美国时间11月10号星期五 我们通常在视频发布后一小时内提供字幕 您只需点击视频上的CC按钮即可打开字幕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日本央行表示 美国商业地产是比中国房地产更大的未爆弹 由于多家房地产巨头陆续爆雷 并引发金融紧缩的连锁性效应 目前全球都关注中国房地产可能引发金融海啸 《日经》中文网指出 日本央行在10月的金融系统报告中 很不经意但却又十分明确地指出 美国商业地产比中国房地产更严重的危机 报告说 从商业地产的实际价格涨幅来看 与10年前相比 日本上涨20% 美国的涨幅则达到50% 在已开发国家中遥遥领先 简言之 美国的商业地产具有相当大的下跌空间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 在5月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中暗示 考虑到不良项目 实际价格会比表面上的数字还要低 报道说 这对美国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的影响 应该是相当大的 而美国商业地产放贷的主角是中小银行 目前市场的环境完全改变 美国的基准利率提高到了5.5% 而且在2023年3月以后 硅谷银行等相继破产 中小银行对存款的流出感到焦虑 而作为借款方的办公楼 其控制率也接近20% 严重情况甚至超过了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2011年 而每次更新租赁合同 控制率都会再次上升 这样一来 面向商业地产的贷款标准 收紧到了2008年雷曼危机前的水平 随着商业地产贷款的再融资 借薪还旧变得越来越困难 2023年和2024年将分别有余 5000亿美元贷款迎来偿还期 日本银行表示 消化大量再融资并不容易 而如果不能再融资 情况会如何呢 放弃幻想吧 中国进入大债时代下的查税查地 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道奎教授 在2020进行一项研究 针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数量形成的原因 解决方法提出研究报告 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 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荣誉理事长洪耀南 在上报撰文说 该研究报告显示 截至2020年 中共地方政府债务高达90兆人民币 占GDP的88% 按此增速 2023年已经破100兆 形成的主因是基础建设 而基础建设中是高比例的贷款 但自备款的背后溯源发现 其地方政府或承包方的母公司或子公司或孙公司资金 也是贷款而来 同一工程不只是百分之百的贷款 应该说地方政府与公司集团贷款额度都超过建设总额 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在房地产热时尚可以卖地缴贷款 如今房地产泡沫破了 债务危机便裸露出来 该报告提出的建议中 有一条是地方政府收回可用资产 过去卖给建商的建地或为了招商引资的土地 目前是处于闲置 地方政府想尽办法从厂商手中收回来 增加地方政府的资产 洪耀南说 台商与外商需要特别注意 查税查地会是短期政府增加税收的手段 他认为原本面对中共地方政府债务 采取是裁员与减薪 缩减政府支出措施 如今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10月换财政部长及习近平第一次视察央行 凸显中共面对债务问题一改过去做法 改走大量宽松货币政策 放弃财政纪律要进入大幅举债阶段 但也等于用一个更大泡沫来盖过小泡沫 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巴基斯坦 是接受中国发展资金最多的国家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研究实验室AID Data 本周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 中国正在采取行动 保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投资 研究显示 2000年至2021年间 中国向165个中低收入国家 提供了1.34万亿美元的赠款和贷款 美国之音报道 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巴基斯坦 是过去20年来中国发展资金的三大接受国 但这些饱受危机困扰的国家 可能正在失去对北京的吸引力 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业务高级分析师 阿里·维恩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侵略 严重损害了中共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 过去20年 委内瑞拉获得中国投资近1300亿美元 维恩表示 2014年中期至2015年底期间 油价暴跌以及尼古拉斯马都罗总统领导下的经济管理不善 削弱了委内瑞拉向中国偿还贷款的能力 从而使北京方面更加谨慎地对待与加拉加斯的经济往来 巴基斯坦是北京信贷和援助的第三大接受国 总额超过700亿美元 尽管中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发展资金 巴基斯坦在经济上仍举步维艰 今年勉强逃脱了崩溃的命运 与委内瑞拉和其他陷入财务困境的受援国一样 中共对巴基斯坦的发展资金正在枯竭 因为北京方面的重点是维持该国的生存 马利克认为 巴基斯坦是世界各地获得中共投资的国家局势的缩影 特别是自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 研究显示 中共正在寻求降低其全球投资的风险 中共国安窃取韩国情资 韩总统府搬迁有原因 去年3月 韩国后任总统以旭月宣布 将总统办公室从青瓦台搬至位于首尔部会机关集中的光化门南方龙山的国防部大楼 据韩国媒体《东亚日报》11月9日报道 文在寅政府时期的去年1月 韩国外交部遭到来自中共当局的黑客攻击 国情院确认了中共安全部恶意利用垃圾邮件切断设备的弱点 泄露了4.5千兆字节的电子邮件 当时国情院还确认了中共方面侵入青瓦台计算机网络 导致国防部相关文件泄露的情况 这是中共国安局首次被认定为针对韩国政府的黑客主体 这是现任总统尹徐岳将总统府从青瓦台搬至龙山大楼的原因之一 据悉 骇客攻击发生后 外交部队资讯系统进行了安全检查 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中共对首尔做出让步 统一让渔船接受追踪 中共与韩国达成一致 从2024年开始 其捕渔船队在韩国专属经济区航行时 将强制安装并保持启动国际公认的自动识别系统IS 美国之音报道 韩国海洋水产部在11月3日宣布该协议的声明中表示 安装和打开位置跟踪设备的要求 将有助于韩国应对中国的非法捕渔活动 该协议将于2024年5月1日生效 它还将两国允许进入彼此专属经济区的对方渔船数量 减少到1200艘 低于2022年的1250艘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教授 朝鲜半岛事务专家特伦斯·勒里希说 该协议意义重大 因为它为争端提供了外交解决方案 而中共通过纳入自动识别系统条款 向韩国做出了让步 今天阿波罗网副频道视频内容是 打到库存都空 美媒 俄开始回购已受出军火 办席会习近平压力山大 拜登很难让步 互别苗头 办席会前夕 北京突然又出手了 惨 北京的三线建议 没人买账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观看 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赞助和大家的支持 请您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